第十题 火焰头挑战拿着沉水的水杯溜滑板 当到达终点时 水杯中剩下的水较多的队伍获胜 当火焰头右脚站在滑板上 用左脚蹬地 可使滑板向前移动 请问若火焰头左脚改蹬在滑板上 是否也可以使滑板向前移动呢 为什么呢 那么这个就是向老师上课播放的影片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风吹在我们的车上的反上面 那我们的车子是不会前进的 那因为我们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在同一个系统中 当火焰头的左脚蹬在滑板上 左脚对滑板施力 那么滑板会对我们的脚也是一个反作用力 结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都在火焰头及滑板这整个系统上 这称为内力 它并不会使我们的滑板前进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 是否也可以使滑板向前移动呢 为什么呢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不行 运用牛顿第三运动定律